离岛中的离岛与大陆厦门 仅距4400公尺的金门大胆岛 9号又逮捕一名对岸的偷渡客 球勇上岸的理性男子共称 他因向往台湾的民主自由 才趁着天气好游过来 金门暗巡队在隔离检疫14天之后 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 以及国安法依法送办 9号上午10点左右 金门暗巡队大胆安检所 接获金防部大胆守备队的通报 在海哨前方500公尺海面 发现有不明物体载幅载成 往岸季不断的逼近后 火树派干员前往用望远镜监控 却认为一名男子后急在岸边部署 顺利在他上岸之后逮捕 本队于109年8月9日上午10时30分 在大胆码头案记查过一名大陆籍男子 本案为大陆地区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 所查过的第一起以求度非法入境之案件 在栏查该名男子确认身份为大陆籍人士后 随即启动了相关的应变机制 并且通报金门县卫生局 防检疫等相关单位进行共同联合应变 该名大陆男子在进行14日检疫隔离后 全案将依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在疫情尚未解除前 将以更严密之勤务部署 来守护边境的安全及维护国人的健康 安巡立即启动防疫应变机制 并通报金门县卫生局 防检疫单位等应变 在量测体温正常跟防疫消毒后 依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在进行14天的隔离后 全案在依法送办